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韩式烤肉汉堡 从准备食材做起到烹调食物 决定定价服务客人 他们走过韩式渝兰 四十街各地的观光客相遇 一美食 美景 人与人的互动 传起一个恶动人故事 若说认真魔人饮汝珍 是饮食堂的灵魂人物 看出他从开餐厅前缺乏自信 宁业时间却无人上闻的焦虑不安 再到看见客人们吃 最津津有味而笑的唇骨升天 他的笑容总是能令观众跟着会心一笑 而节目播出后 迎入真的英语实力 更是引发观众听呼 除了能和外国人以流利的英语寒暄 甚至还能以英语介绍料理 原来他过去腾为爱隐退 和前夫赵英男在美国生活 没想到赵英拿进劈腿 导致十三年婚姻已离婚收场 而他则回到南韩里听复出 日前博弼的饮食堂二家入新的打工咋杨诗俊 领期音形成缺席第二季的深酒 他因为出道前曾在外场打工 对餐厅音乐也有一定的了解 却凭中选成为饮食堂二的心血 负责外常服务 提制作甜点 赵鸡凳 不少本次重铸他的魅力锁定节目 而他以为了拍摄特地苦学西班牙语 在节目第一集 就占线了优异的西班牙语实力 男神瓢区俊打工技堪称 是第二季的新量点击卖点 再升级版的饮食堂二 众人前往西班牙特内旅飞导的村庄家 拉奇科和第一季以观光客为主要客源不同 这次他们以韩式拌饭泡菜煎饼 唐银征服小村居民 甚至还登上当的报纸 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 许多外国客人首次尝试韩国料理 第一次使用筷子吃饭 而他们也在过程中针对欧洲人的饮食口味调整菜单 曾创下单日营业额高达台币2.5默元的记录 就连李瑞振都笑说 对自己的职业产生错觉 饮食堂二的韩国出最高收视的15.986 创有线电视台综艺节目 历年最高收视 喜爱饮食堂二的台湾粉丝说 虽然是综艺节目 但说它是旅游节目也不为过 看了真的会让人想马上订机票去独家放空 西班牙观光局应该搭个奖牌给罗皮D 不是很综艺的呈现方式 但又有心外跟一点点综艺效果 也许这个节目不会让你看了烹腹大笑 但却能让观众从中感到疗愈 而这或许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然而饮食堂排射时也曾遭遇危机 小时在饮民营业宾一天餐厅就被迫拆除 让正有美难过掉泪 此外 饮食堂限于每周日晚上11点 在东森戏剧台播出 在25至49岁女性收视足全最受欢迎 至今收视最高来0.84二饮食堂 二则预计 6月在台播出 饮食堂 饮食堂二完整集数 以于爱奇异台 完站上架 饮食堂拍摄时 在燕尼锦银夜 一天餐厅就被迫拆除 节目一度陷入危机 东森戏剧台提供饮食堂二 加入新睡眶视剧 左二负责外厂极致做甜点的 爱奇异台湾站提供饮食堂 在西班牙开业 成为日当的排队美食餐厅 爱奇异台湾站提供饮食堂 登上西班牙报纸 吸引许多人慕名前往 爱奇异台湾站提供饮食堂 而主打韩式饭饭 也是店内的人气料理 爱奇异台湾站提供饮食堂 第一季在印尼拍摄 尹汝 真左二当主厨 正有美又二单元厨房住手 李瑞真左间仍把台提外厂 申酒负责外厂 又 东森戏剧台提供 中森戏剧台湾站提供 中森戏剧台湾站提供